保持安静,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 Christmas is an annual festival commemorating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observed primarily on December 25 as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elebration among b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traditional Christmas narrative recoun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known as the Nativity of Jesus says that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in accordance with messianic prophecies 你能分辨出前面的这段内容是真人配音 还是AI配音吗 是不是很难区分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款超棒的AI工具 它可以生成逼真的口播音效 不但支持一百多种语言 它还可以生成不同情绪场景下的语音内容 比如愤怒、开心、厌恶等等 虽然它的公开定价最低零元 免费用户包含了20分钟的试用配额 但是在下载生成好的音频时 就要你升级账户了 全世界的商家都一个样 来真的就要课金了 付费账户按照年付 最低19美元每个月 最高75美元每个月来定价的 既然和大家分享 那就肯定要白票到底 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 打开LOVE的网站 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 填写你的邮箱和密码进行注册 当然如果你有谷歌账户的话 那就方便很多了 鼠标点点就可以快速完成注册 登录成功后 在仪表盘界面会出现一个创建项目的弹窗 这边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简单模式 一种是高级模式 差别在于 简单模式适用于所有音频内容 都是由一个人进行播报的场景 包含了最基本的功能 操作也比较傻瓜 如果你的音频内容存在多人对话的场景 那你就得用到高级模式了 在当前模式下 你可以生成多人对话形式的音频 还可以通过对音轨的调整 来生成多人同时说话的效果 是不是很酷 那我就决定使用高级模式来进行演示 首先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新的高级模式的项目 进入项目以后 删除掉默认生成的内容 点击全选 点击删除 我们先去谷歌搜索一段内容 用于生成 万圣节已经过了 那就搜索一个圣诞节 拷贝维基百科提供的内容 粘贴到Level的输入框中 下一步去选择声音 点击投向按钮 可以看到一个声音列表 在这里 我们可以根据性别 年龄 使用场景进行筛选 虽说是免费账户 但是免费账户的前14天 是可以体验专业版声音的 这一点比较厚道 在声音列表中 你可以看到每种声音的语种 声音的年龄段 以及它适用于哪种场景 你可以点击投向上的播放按钮 进行试听 换一个听听 试听完成后 可以点击选择按钮 确认声成的声音 完成后 回到列表 点击右上角的声成按钮 声成的时间 根据内容的长短和声音决定 这边加速一下 声成完成以后 可以在底部音轨部分 会出现声成的内容 你可以点按钮进行播放 效果是不是很棒 如果你对语速不满意 点击文本内容上方的速度按钮 可以对语速进行加快 或者放慢的设置 每点击一次浮动0.05 假设我们希望它的速度提高20% 我们就点击4下 每次修改都需要重新生成 重新生成后 会自动更新底部音轨上的内容 可以看到 时间轴已经缩短了 我们再来预览听一下 加速的语音效果 可以听得出音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只是加快了播音的速度 前面说到了高级模式 可以创建不同人物的对话场景 下面就来演示一下 是如何实现的 因为是对话 所以我们需要更改下内容 你可以选择手动输入方式 也可以选择直接复制粘贴的方式 对于很多内容的话 复制粘贴当然是最方便的了 现在可以看到 粘贴的内容已经自动分成了三句话 这里不是因为工具多么智能 是因为在复制之前 每一句话都使用换行进行了分隔 在粘贴后就可以实现 每句话单独分开的效果 这里是一段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是克洛伊 一个是麦克 我们要把第二句 改成一个男生的声音 点击第二句前面的头像进行选择 正好这里有一个麦克 我们就选择它 返回列表后 因为我们的文本内容 都进行了更改 所以我们都要重新生成 点击全选按钮 选择所有的文本内容 在这里可以对选择的内容 进行批量操作 可以批量设置语速 修改后你会发现 每一个文本内容 都设为相同的语速了 当然你也可以单个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后 点击批量生成按钮 可以看到 每一段文本右侧 都出现了加载动画 动画消失的时候 就表示生成完毕了 我们听听效果 一般般 因为这个麦克的声音不怎么样 所以导致整体效果降低 我们换一个 顺便把语速加快一些 重新生成一下 试听一下效果 Hello I'm Chloe What's your name? Hi I'm Mik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这次感觉就好很多了 在视频开头 我们说到了 它支持100多种语言 下面我们就来试试 生成中文的效果 毕竟 中文应该是全世界 最难学习的语言了 首先 我们将内容 修改成中文 然后点击 一头像更换声音 在这里切换到 Goable Voice标签下 在语言下选择找到中文 可以看到 中文除了普通话 还包含了好几种地方话 河南话 辽宁话 山西话 山东话 四川话 还有粤语 先来测试一个普通话版本 试听一下 您在寻找完美的声音吗 那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换一个 您在寻找完美的声音吗 那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您在寻找完美的声音吗 那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这个声音 大家应该很熟悉 很多油管电影解说的 都是这个声音 那我们就用它试一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音质很不错我 再换一个四川话试一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的确有点四川老乡的的味道啊 如果你想生成 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 可以试一试 下面再来看看 如何生成带有情绪的语音效果 但是现在平台 只支持英文的情绪语音生成 所以 先把文本内容改成英文 复制粘贴一下备用文本 然后选择声音 切换到Rapid Voice标签下 在风格这一栏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情绪风格 既然刚刚的英文 对应愤怒的情绪 那我们这里就选择红脸的这个 看到有两种声音可以选择 先试听一下 两种都还可以 就选择Tim吧 然后我们将情绪设为愤怒 点击选择 为了更好的效果 把语速调整一下 毕竟发火的时候 肯定不会好声好气说话的 点击声成试听一下 的确有点吵架的感觉 所有的音频都生成完毕 如何将它导出成MP3的文件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 设置导出的文件名和文件格式 点击导出 但是这平台的导出 真的是将生成的内容导出为文件 老外的思维真的很严谨 如果你要下载 还需要点击下载按钮 点击下载按钮下载 就弹出需要升级账户的内容了 意思不花钱就无法下载 怎么办 这可难不到我 说好白嫖 就必须白嫖 关掉这个要求升级的窗口 按一下键盘上的F12键 打开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这里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其他浏览器也基本上一样 在开发者工具中 先选择网络标签 然后在文件类型这里选择媒体 这个窗口不要关 我们返回到导出的界面 选择需要导出的文件 再打开开发者工具 就会看到多出来一条记录 选择不同的文件 就会多出一条数据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双击这个记录 就可以下载你需要的音频文件了 下载完成听一下 太棒了 大功告成 白条成功 其实 LOGO这个工具 还包含了声音克隆 视频编辑 等等很多功能 后面的视频 我会不断和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 有任何想法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在视频的最后 也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